大家好 欢迎收看IM港股台 今天有我 孙文喜和细地和Dennis 说说今星期香港以至全球投资市场有发生什么大事 值得和大家回顾以至前瞻的部分 先说说市场不上不下 前天升很少 曾经升过百点 去到两万八千 五百点之上 逼近高一点就回暖 成交继续缩 只有六百亿 真是大事 今星期的市 其实不是没有好消息 尤其国际方面 重量级的消息 本来可以支持股市有大一点的动作 结果不行 说的是什么消息呢 鲍威尔 说的是鲍威尔在国会的庭政会上 给了信号 市场就和你们说 我们会减息的了 可惜可能这个减息的预期 本来都反映了在股市上 所以市场上的反应也不多 但是看到鲍威尔今次 说的论调也实在很多了 今次也说是 真的会采取一个适当的 一些措施 去应对未来的经济问题 大家预期会不会做一些 买定保险 预防性去减息 而且也有说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例如整个工业生产 亦都是比较差的 其次就是通胀 亦都是未符合局方的要求 还有就是 那个贸易问题 始终是未能够解决的 但是你问我 我觉得 始终这些数据 很难去支持到联储局 有一个很大的减息空间 你问我 我甚至觉得 其实不应该这么快 现阶段减息 那个buffering本身 这么少得一两厘多 在未有任何徵兆之下减息 就好像浪费了一些子弹 你的说法就跟外媒 有些媒体也这么说 他们形容今次 鲍威尔这个暗示也好 什么名示也好 都说到基本上很白 很白的 MAD 即是疯线 MAD World 就是疯线的世界 刚才你说的数据 可能很多数据大家引用 但是现在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你看大数 大数你发觉是比较疯线的 什么时候 第一个大数就是 其实失业率在说 也是50年的低位率增持 比如说3.78之间 50年的低位率 升那些 但是都很低 都是50年的 接近50年 人人有公开 我出生以来就最低了 50年以来最低了 这个失业率 股市历史新高 昨天就down 就是导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而至标普500指数 都是收市价历史新高 标普就算不是 都是4月4年已经是历史新高 是啊 股市历史新高 失业率50年低位 你说都和历史新低也差不多 哇 竟然说要减息 就是单凭一个工业生产 或者一些制造业的数据 他决定减息呢 其实我觉得 是有少少浪费的 就是你问我是觉得 用浪费去形容 只剩两粒子弹 还要射出去 是啊 现在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始终美国 就是不是一个工业为主的一个国家 就是你看 比如这个PMI 制造业是一般的 但是服务业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正常水平 就是为什么一个经济好像似乎 有些少拉锯的状态 除了就是制造业之外 就是这个的投资 但是投资最大问题就是 就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就是很摇摆 就是譬如 如果譬如我说 特朗普他移动中国的 那你的公司都很顺利成章 就移出去中国去东南亚 但是当那些公司去了东南亚 你就说要移动东南亚 那些公司不是没有钱的 有钱 他都要搬生产市 问题他不知道搬去哪 就是最大问题在那 不是跟你说 减息不减息 有什么大的关系 搬运公司是最受惠的 如果这么说 有些专做搬厂的那些 流流那些 就是发达 就是这样的 一般人本来真的搞不定 他其实不单止你这么说 有些直头呢 譬如之前 要返回中国生产 因为那些部件 那些部件 那些部件 美国没有生产不到的 中国生产到的 但是如果在中国生产才运过去 整个流程就搞不定了 所以又要返回中国 所以搬来中国有的 但是可能搬来中国有意 可能是搬回中国 搬回中国也不奇怪 有来有出 所以这些搬运公司 就非常可能有受惠 还有特朗普你也说了 其中一个 对不起 鲍威尔 他这样做 其中一个就是子弹不多 就这样吐 第二个 可能大家都被他担心 他因为之前 常常被特朗普吐 叫他 喂 减息啊 弟弟 不然呢 兜你的 那 很越泛满 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个鲍威尔 是不是害怕了特朗普 寧愿牺牲了联储局的独立性 都要减息 因为他大开绿灯之外 你其实去局内的地区行长 就是部份是没有投票权的 今年 但是他们有四个 现在初步讲到 四个是反对 在这个阶段 就说减息 换言之 减息这件事 就对于联储局里面 是有不同意见 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 是主席是最大的 最有权的 最后他一锤另音都可以的 但是无论如何 显示局里面 其实对减息这件事 是真的有些保留 很多人所见 所以这个 可能到时 如果真的减息半利 就有之前我们节目提过 这些反而可能 不知道会不会有反效果 大家留意 因为你减息半利 如果真的 现在初步都不是这么看 初步都是 市场看25个点子 之前就比较多人会看50个点子 那就是月初去到40%的人 是有这样的看法 现在大家都稍为理性一点 就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是25个点子 只有20%的投资者 是觉得是减50个点子 如果到时无端端减50个点子 可能反而是反效果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 可能市场会觉得 究竟是否什么事发生了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知道 所以狂减下去 所以这个 大家要留意着 究竟月底 就是鲍威尔这个人 似军 究竟怎么办 那么 鲍威尔虽然开闪绿灯 但是美股当然 不容易冲上 但是其他股市 就不见得 那个声势 能够跟美股匹敌 就是跟不上 那么原因是 是否可能跟大行 开始又唱谈的关系 我想两个因素 比如你说中港股市的话 第一就是大行本身唱谈 第二本身的公司都不删性 就是都发了刑警 就是譬如你看 这个星期的德昌电机 还有一些很多的 就是跟贸易相关的公司 都有发刑警 其实都没办法的 就是始终这些公司 跟贸易出口有关 那就基本上 尤其是德昌电机 这些老牌的工业股 本身都是做摩达 都跟汽车很有关系 你看看其实中国或者 美国本身的汽车销售的情况 都很差 中国没记错 上年的汽车销售 是20年来第一次倒退 而现在那个 美国的汽车销售情况 是 是0%的增长 中美两大 两个最大的汽车市场 基本上都没有增长的时候 就是你这些汽车类的股份 始终都很难会受惠 而且 就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很难挂一些大行 去削减目标价 那么 吉利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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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例子就是今个星期呢 大摩就削减吉利的目标价 就去到5元 其实都很大影响 那其他汽车股广气等等都受影响 但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不是 就是 那么差的股市 就是差到好像没有炒 就是一些的 内需 是的 基本上你那个 股票的名字 有个服务两个字的话 基本上都表现都OK的了 那 譬如 的桂圆服务 六成服务 这些东西的物管股 今个月里面 其实那个升势 是一成或以上的 基本上 那你其他教育股 这些叫对内的 一些服务性行业的股份 基本上都可以受惠 是的 它持续透过 兼聘等等 M&A 继续壮大业务 这些物管股 所以 盈利就继续交了货 所以业绩就继续 就是股价继续 获得支持 嗯 说起来 有些二三仙股份 即是新股 八威就好像有些问题 是的 好像有些 苦头蛇尾 的势头 上个星期说到 是威是势 就说到今年的新股 但问题就是 超额认购的情况 是顺预期 超额认购3.4倍 其实 以新股来说 都是比较少的 而且就是 你看到 头两天的孖战 那个 超额 也只不过是1.6倍 因为 其实 头两天的孖战 其实对上市 究竟有没有得炒起 其实有很大的启示 是 1.6倍 好像似乎市场 那个 对这些股票的 demand 似乎是不太高 超额得起 是的 而且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这些股票 超额不超额得起 现在有个新问题 就是这些股票 有机会可能上不到市 是的 那我仰了 是的 原因就是说 本身就7月11日 就是 昨日 就是要公布的定价 本身定价的 range 是40到47元 但是好像就有消息 就是说 就是当百威去審试过 他们的投资者的一个订单之后 就发觉 他们现在这个定价 就好像没有很大的需求 那我说得不是很明白 就是不是说得很清楚 但是 就是我想 有个因素就是 可能始终现在的市况 不是太明朗 那些机构投资者 都不是愿给一个很高的pricing 出来去做 是的 李文的说法知道不到价 是的 他们订了价 他不到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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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能收拼 所以现在传出 可能上不到市 最终点就是要等药肖 是的 这个可能 刚才说的价格的问题 二来 就跟整个环球股市 的气氛 因为刚才说 美股很厉害 但其他股市 其实都 平平 可能和大摩又暢淡 貝萊德又說要轉入防守性有關 大摩近幾年很少調低全球股市的評級 這次調低了 2014年以來第一次調低環球股票的評級 叫大家減持股票 很少見 當中比較不太看好的就是美國和新興市場 即是新興市場的股市 這些大家都知道 就是增長型的股市 比較看好的就是 歐洲和日本的股市 你可以說 可能比較看好一些 落後一點 或者股值是便宜一點的股市 對一些增長型的股市就不太看好 他的原因就是 平衡過風險之後 那個回報其實很不值得買 他覺得這些股市 即是未來的波動可能都會很高 叫大家轉去這些 股值比較便宜的股市 其實跟貝萊德 所說的就轉去一些防守性股市 其實 就是防守性股票 其實都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看一下 美股近年來的升浪 以前都會是由增長股去帶動 這轉都不是 這轉都不是 這轉都是由一些 叫做 防守性股 的股票去帶動 不同的 香港的話 這些的醫藥股 就叫做增長 在美國 或者外國 其實這些叫做 防守性股票 會派息的 股票 其實看到 整個形勢 好像轉了 跟以前比較 大摩 他說的有幾句說話都挺恐怖的 一來 剛才提了 五年來最低比重 第二 未來三個月 未來三個月 非常糟糕的前景 聽起來就挺害怕的 只不過 大家看大摩的報告之餘 都要小心看大摩 大機構 很多人 不是個個 影響力都那麼強勁 近年來講 我剛剛炒故片的時候 巴登比克斯 那些很厲害的 一講 就寒暴 很厲害的 但是就沉寂了 大摩 自從巴登比克斯 就有一段時間 後繼無人 沒有一個很強勁的 一講就升 一講就跌 一段時間無人 但是近年 亞洲區 有一個 都行的 行的意思是 我們看結果 一講就 市場移動 Jonathan Gala 挺強勁的 一講 市場移動 所以大家 要留意著 叫做 郭家強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中文名 好像英國姓 叫做郭 Jonathan Gala 另外 有些大摩 就未必 那麼大影響力 例如美國那邊 Michael Wilson 就不是那麼大 這個 都少見 比較 Andrew Chit 是比較少見 所以他講之後 大家聽一下 就未必太恐慌 貝羅德 真金白銀 的大基金 現在轉一轉 大家要留意著 他講到前景 因為之前一號 都比較好 我記得那個時候 是撒塌 是 即是撒塌 是撒塌 是撒塌 撒塌 即是爆上 爆得很厲害 才叫撒塌 現在撒塌 撒塌 倒轉 撒塌 現在 現在 轉貸 買防守 所以 科技股 就少一點 所以 不知為這個原因 昨晚 剛才提過了 道指 標譜很厲害 創新 納指 下跌 是 下跌 所以 大家可能跟大戶的手影 都有些好處 這個原因可能令到 鮑威爾 國立 減息的威力 就下降了 對傳球股市來看 另外可能跟貿易 有些相關 今個禮拜 貿易方面 都有些 問題 這個也是延續下 到下個禮拜 大家要繼續關顧 所以這個既是回顧 又是前瞻 貿易方面 日韓 就打到暖殺狼 未有停息跡象 加上特朗普今天又 說一些東西 中美貿易方面 特朗普又發了Twitter 表示不開心 大家知道 特朗普一不開心 就很麻煩 每次有不開心 都有大事發生 為什麼不開心呢 原來 就說 中國沒有買他的農產品 所以他很不開心 你也知道 之前 集特匯的 其中一個 雙方的協議 就是 我美國肯放過你華為 但是條件就是 你中國要買一個農產品 但是 可能 短短 一兩個星期 看到都沒有交易 你也知道特朗普 是一個比較心急的人 不是很耐煩 就開始出聲 那麼 再之後會不會 本身說 我解禁華為 又再禁你 又或者會 動另外三千六百億的 商品的關稅呢 我覺得 都好像 危危乎 要看著的 因為 剛才你提 你的說法 是美國的說法 美國的說法 就是我解禁華為 你就買 產品 但是中國的說法 不是這麼說 一直都沒有提 買農產品 他只有一句 我們同事 聽回消息 其實 中國的說法就是 在會上 跟習 特朗普說 你叫買農產品 中國人可以買農產品 談判就買 談判 大家先後的次序 好像是有些 有個前提 談判就跟你買 應該都沒談 中國的角度 賣什麼 什麼都沒談 現在會面時間都沒有 通過電話 大家 沒有音 跟劉鶴談過 通過電話 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時候談 未知 所以 還有另一個華為 他說放寬 跟著 他的下屬 馬上說 不是這麼說 仍然是黑名單 華為 只是放寬低檔 給你 高檔 就不賣給你 所以 根據他的說法 他都不是太合理 其實還沒放寬華為 所謂放寬 之前我們節目 提過 他根本有些 科技公司 繞個彎 避過你的法律 中國的管制 直接已經賣給華為 實際你不放寬 他都在賣 所以 給個 純粹人情 對 對 都兜過了 將事實 寄成事實 拿來當人情 給中國 不跟他通 只要問題 令他失望中國 這個人麻煩 所以特朗普的人 之前說他讀寫障礙 現在過去 未必是讀寫障礙 那麼簡單 聽話也有問題 聽國也有問題 所以聽話也聽得不清不楚 這個是留意 這個是會繼續發酵的 日韓也好 特朗普那裏 和中國也好 另一個前瞻的說說 就是法國 可能下次 特朗普你也知道 打十個 熱問 那麽 那麽 這陣子打很多 現在下一個 可能打到法國 是呀 原因就是因為 法國想開徵 國會通過開徵 這個數碼 數碼 數碼的意思 就是 向一些 社交媒體的公司 Facebook Google 等的公司 徵收稅行 因為現在的稅制之下 其實這些公司 是 不需要 交稅 不需要為他們的收入 交稅 那麽基本上 其實是一個漏洞 哪有可能人家要交稅 人家製造商品的公司要交稅 你又不用交稅 而稅率其實都不太高 30% 但是特朗普就說 如果你收的話 我立即去展開301調查 就是特朗普慣常做法 你不聽我說 我就動你那個 貿易 那麽現在就 究竟看一下 之後會怎樣 但是我自己個人看法 就是數碼稅 都是大勢所趨 那麽說 就算對美國也好 其實 都有一定的好處 就是收回一些科技公司的稅 是不是 而且這些公司逃稅 本身都是不公平 我覺得 是呀 他沒有交給法國的 以前交給美國的 法國佬又不疑你 你說跟你拼 可能 其實國會過了 照行 你看你美國佬怎樣反應 現在就說301 那麽究竟敢不敢動去呢 美國佬 那麽 動都不出奇的 是 有些梳梳的 那 這個要留意 日韓大戰 又要繼續留意 那麽都 這陣子都 現在講到 今天新聞就說 有些南韓的機場 就去日韓 要去日本的航線 全部停了 嘩 他玩到這麽大 南韓我很佩服他的 民族氣節很強的 你 官方就不夠去砌 很明顯的 掀著三樣物資 高科技的材料 新的材料不給他 不夠去砌 但是民間跟你砌 兩萬多間超市 全部日本貨 落架 飛機 全部不去日本 起碼一個機場 那些航線 全部不去日本 大家 不去玩 他們死過 民間跟你死過 官方不夠砌 所以都值得留意 民間力量都很強 很強的 當時 98年 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底 他就有危機 賣禁 可能你聽過 破產的時候 南韓 總統出來說 算了我們已經破產了 人民總是 禁都拿來賣 賣給政府 賣給政府 這件事我真的很佩服南韓 雖然 歷史上南韓 南韓人 只是中國人的 小弟 很久一直都受我們 文化影響 但是他的 民族氣節 真是令人佩服 真是 我們中國人都很寒冷 我們要做多一點 這個是這樣 除了 要關注數據 經濟都要留意 第一就是 中國的 三頭馬車 下個星期公佈 基本上 大家都 不要有太大期望 就像剛才所說 你看到 一些分析員 都開始削減目標價 公司開始發營警 其實都是一個 領先指標 跟你說 你不要預計 經濟會好 因為基本上 你上得試的公司 都是一些 最頭部的公司 那些公司都賺不到錢 你整個 經濟體的表現 怎會好得 一些最頭部的公司 所以大家都不要看好 而且有一件事就是 本身大家都預期 下半年有機會去調升 那個 盈利預測 其實現在這樣搞法 有機會甚至下調 盈利預測 所以對股市的影響 都很大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這些經濟數據 有一件好的 有機會就是 經濟數據 差三頭馬車 不碰的時候 可能 中央會 再放水 都是一個好的 雙面引 雙面引 你的數據 都比較頭石 因為講到今天 新加坡公佈了 剛剛的 第二季GDP 嘩 差到沒有影 差到 09年以來 最差 這些 叫出口 到向 經濟體 基本上 都差 台灣 南行 都搞不定 南行 甚至說 已經減了息 所以接下來 數據都差 美國也有數據 都要留意一下 美國就是 零售 零售銷售 之前公佈完 那個 失業的勞動數據 現在 再公佈零售銷售 零售銷售的內需 是不是 差了 如果真是差的話 都是 提供一個子彈 給巴威爾 減食 可能他們聯儲局 現在說 不要那麼好 不要那麼好 給我們機會減食 要不然就 打臉 開錄燈魚 過頭碰 打臉 之前經常都說 看數據 現在沒有一個數據跟你說 就可以減息 那你也減 沒辦法 巴威爾可能 飯碗 緊要 不知道是不是 好了 說完數據 差不多了 今天節目時間 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拜拜